快过年了 嘿 为什么庆祝农历新年通常被称为过年 这背后有一个故事呢 传说 在很久以前 有一只叫年的怪兽 它长得青面獠牙 尖角利爪 十分凶猛 年生活在山里 每到农历年历最后一天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除夕 才下山吞噬牲畜伤害人命 因此 每到除夕 人们纷纷离家出走 以躲避年兽 可是 某年除夕 村外来了一位乞讨的老爷子 人们纷纷关窗锁门 收拾行李 四处弥漫着恐慌 没人理会老人 只有一个老太婆关心他 给老爷子包饺子 劝他上山躲避年兽 为了报答老太婆的恩情 老爷子告诉老太婆 他知道年兽最怕什么 半夜 年兽进了村子 年发现老太婆家灯火通明 一下子害怕了 紧接着 他又听到一阵爆竹声 吓得赶紧跑了 原来 年最害怕红色 火焰和爆炸 很快 这件事在村里就传开了 从此以后 每到除夕夜 家家户户都把房子装饰的 红红火火 放鞭炮 这下好了 年兽再也不敢来找村民的麻烦了 大年初一早上 人们会走访亲友 问候和祝贺他们过年 过年 过年 就是已经过了年兽的意思 这一步 这一步 是